他骂你 你就录着 辱骂他人同样也是 违反战案管理处罚的行为 我是咱二十七分局的处警民警 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昨天 提到门口了 我警方都放好车袋 也想起来 车袋咋了呢 就是 车袋 这边我给牵动车袋 你去看看呗 就是个钉字眼是吧 嗯 一个大铁 那个钉字谁放的人 车子停在门口 为啥会被扎上钉子呢 到底是不是店主所为呢 为了弄清楚事实 民警找到了永胜五胶化店主 了解情况 这个钉子 你是不是你故意放在 他那个地方 是 我有点生气了 开始他跟车里头坐 早上来我想说是 他一会儿都开走 到黑了 他才就车开走了 他车铁钢 你再 我说我们 客户掌帮着车 生意不高 我这屋里也卖得有点 有时我扫地 我随手都摔出有点毒气 孙女士告诉民警 因为严先生的车 在他的店门口停了一整天 影响了店里的生意 所以他才一气之下 把钉子放在了 严先生的轮胎前面 他全有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 给他说一声 对不对 或者你通知他 叫他挪一样也可以 一句话的是 早上送完休息到医院 一旦缠不去了 你们我弄啥味 要不然我不会绝对这个事 你知道吧 孙女士当时 为什么不联系严先生挪车 非要用钉子扎轮胎呢 他骂你你就录着 如骂他人同样也是 违反治安官的处罚的行为 面对民警的劝说 孙女士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并主动走到了店门口 向严先生道歉 吃吃饭 也有点不对 希望你兄弟多多原谅 这几年做生意的人 也非常难 是是是 对吧 一挡了之后 别人有可能 准备在这买个东西的 然后车也没地方停 都开到 比较顺畅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也批评他了 我也说他了 这个胎跑几年了 还要不要警察处理 不用 不用 再点小时 我不说那个啥 不对 我吃饭 严先生告诉民警 他把车长时间停在 孙女士的店门口 也很不妥 只是因为孙女士 之前的态度太过强硬 他一气之下 才报了警 如今 既然孙女士已经道歉 再加上他原本近期 就准备更换轮胎的 所以他被钉子扎坏的旧胎 就不用孙女士赔偿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很小 对不对 胎扎了 无非是 对不对 这个把胎给补上 或者说 按照这个胎的这个损坏程度 对吧 当时不计较 我们公安机关 也就不再予以追究了 但是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意识得到 你这种故意损毁 他人公司财务的行为 它属于违法行为 否则的话 你若这个事情 要有下一次的话 我们公安机关 会依法追究你的行政责任的 明白吧 你要明白这个 这个停车的时候 要照顾一下 人家做生意的 一定要照顾到 就这样了 我不想注意一下 没事 没事 没事